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个Point Vector OK,那它是1closedH的部分 那在黑板上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你也看到电能跟磁能 单位时间里面的能量的一个变化 跟Powntibet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一个 Time Harmonic的场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一个Time Harmonic的场的时候的话呢 如果我们用 Cosin Omega T当成我们的Reference 那我们接着我们底下的Facial的写法 就是对应Cosin Omega T 当成Reference的一个写法的部分 所以你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说假设如果我的电场 OK,那它是I方向 这是我们 从我们讲电磁波以来的话 我们常常把电场定义成I方向 然后它的传递方向是Z方向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Z 然后电场的部分是 那它的方向这个是I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的写法里面的话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在一个Source Free的 Rosing Medium 那你已经知道 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很清楚的 看到我们的这个 Web Equation的部分 那这个K的话呢 你现在是Compress Part的部分 所以你是可以把你的电场的部分 写成101-ZKC 然后Z的部分 那这也是我们之后面 为什么会把这个部分定义成Gamma E负 Gamma Z 那Gamma的部分 就是Alpha加ZBeta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定义 那所以如果这样移动的话 EZ的部分 你现在就变成I E0 OK E负 然后Alpha加ZBeta OK 那这是你的Facial 那我们把时间的部分引进来 就相当于是把Real Part的EG EJ Omega T放进来 OK 因为我们用Cosine为Reference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你就很自然的把I方向放进来了 OK E0 也放进来了 然后 这个 E负Alpha加ZBeta 然后EJ Omega T摆进来以后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I10 E负AlphaZ 然后Cosine Omega T-BetaZ 这也是我们之前已经讲了 就是说 你考量这个Low C-Medium的部分 那现在你这个 Attimulation的部分就是 电子波它是会 你一边传递一边衰减的部分 好 好 这是电场的部分 好 那现在呢 对应这个电场 你一定有一个磁场 OK 那这个磁场的部分的话呢 在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说 电场是I方向的话 那磁场 它的方向 以PlanWave来讲的话 那这是J方向 OK 那这个 磁场的部分的 J方向的话呢 我们就HYZ 那它的大小 在之前你已经也知道了 它是 ETA 然后 E Z的部分 放进来 那这个Z的部分的话 是EX的部分 就是 这个电 我把 这个向量拿掉 那现在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当时对ETA的定义啊 定义的部分的话 是Omega Mu 然后 KC 或者我们直接就是可以写成 ETA C分之Mu 所以 这个部分 你的 一熊 现在是一个complex 所以 它是一个complex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写到这里 换句话说 我把它带进来以后 我的 磁场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是J 然后 ETH的绝对值 EX的部分 把它放进来 10E-αZ 然后 E-J-βZ 别人 那 这 这是一个face uncle 的部分 你要把它加进来 所以这是你的facial 那你把引进来你的时间的部分放进来以后 一样的是 你是cos omega t 是reference 所以我们的real part Hg Ej omega t 就可以引进 这个 这个时间的部分的 那把上面我们这个磁场的facial 把它放进来以后 我们就是j component OK 然后 ETH Z0 E负αZ 然后real part E负Z BetaZ E负Z E负Z Eta CitaEta 然后Ez Omega t 所以这一下 就等于cos的 你的Omega t 减BetaZ 再减掉 CitaEta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是你的磁场 然后这是你的电场 然后这是你的电场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电场跟磁场有没有同步 有没有 没有同步了 它插了一个face face在这里的 OK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你在Lossy Medium的部分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你 会发现你的电场跟磁场不是同步了 在之前的话我们说Lossless的Medium它是同步 所以你画电场跟磁场 那它最大的时候你就是最大 现在不是了 它会有一个face的相差了 它最大的时候不是最大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相位差的部分 就是跟这个CitaEta有关系了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电磁波里面 在Lossy Medium里面 那上以前我们都是讲Lossless的Medium里面的话 那它唯一最大的一个不同 在这个地方 这个相位差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在 刚刚已经知道说 Pointivator 那既然你已经学了Pointivator的话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瞬间的Pointivator 你要怎么表示 我说Pointivator的定义 基本上面我们看到了 这是电场 Close时长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我现在我要怎么样去表示我的facele呢 好 我说电场的部分 你很清楚 是LiApa OK 这个E Z 这是它的facele 然后 EJ Omega T 对 TiMemonic的 这个 EM wave的部分 那磁场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LiApa 然后 HZ EJ Omega T 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两项 我们都已经求出来了 所以 你现在 你再进一步的 把它看一下好了 我说 我的P ZT 实际上 把这个 我已经求出来的两个 带进来 I Close J 那就是Z方向 OK 然后 这边是 Eta E0 的平方 然后 E 负2 AlphaZ 然后 然后一个 Cosine 的 Omega T 减 Beta Z 再另外一个是 Cosine 的 Omega T 减 Beta Z 减 Eta Cosine 应该没问题 因为你现在只是把这两个 Close 而已 对不对 到这边 也没问题吧 好 那没问题 底下的 我只是把它 G化核叉 三角函数里面 把它拿出来一样 那你现在 G化核叉的话 这变成Cosine 的 2分之1 Cosine 的 这个 减 这个 Eta Z 然后 这一项 加这一项 Cosine 的 2 Omega T 减 2 Beta Z 再减掉 Eta C 这应该也没问题吧 这个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已经知道 Pointed Vector 是等于它了 那你也知道 它球出来是等于它 那它呢 等不等于 Rare part 我们说它是E Cosine H 把它直接把Point Vector E Z Omega T 这是我们的定义啊 Point Vector 定义啊 对不对 那依照我们对Facial的概念 就是把一个 这个Facial 乘上时间的部分 取的一个part 就是我们把时间引进来了 这个等不一定等于它 换句话说 它是不是它 这个跟这个有没有相等 你就可以直接 看出来 那我们可以跟你 告诉你就是说 答案是 不相等 答案是不相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不相等 很清楚的看到了 这一项的部分 你现在看 我说这一项 这一项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等于什么 这有一个二分之一 我们把它写到外面来了 那它是Lear part OK 你的 这一项怎么产生出来 它Close它的部分 如果我们要把它Close它 放进来讨论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一项的产生是等于 E Z Close HG的 Compressed Conjugate 才会有 这一项出来 OK 再来 后面这个Ten呢 我把这个用红色的好了 这表示这个 那我们现在来看 后面这个Ten呢 它的出来 产生出来的话呢 它是等于 一样的 也是二分之一 你要把它提到外面 Lear part 然后 你看到 它不是只有J Omega T 它是2 Omega T 然后 它是两倍的Beta Z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发现说 这一项是E Z Cose HG 以外 你还要 E的 J Omega T 是两倍 把两倍放进来 前面这一项是没有 完全没有时间 这里没有时间的Factor 没有E Z Omega T 这个Factor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 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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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所得到的 一个结果 如果你是 只是单纯的 这个Ten的话 那是什么 如果只是单纯的 这个Ten 你会等于什么 这一个结果 你会等于 电厂的部分 就是这个 时长的部分 是它 那你把它 Close起来以后 你会看到是 Lear part 然后Z V Component 然后呢 它是 Eta E0 平方 E负2 Alpha Z 然后把 Jβ的部分 放进来 E负2 J β 然后E负 J Eta Sida 然后再 EJ Omega T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整个结果 你是等于 Z Eta E0 E负Alpha Z 然后这边的话 Cosine Omega T 减2 Beta 这边又少了一个Z 再 减掉 Eta Cta 所以 这一项的结果 其实 即非 这一项 也不是这一项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个大 不等号 就很实际上存在了 这样了解吗 换句话说 你在算Pointy Beta的时候 你要算你瞬间的Pointy Beta 你要把瞬间的电场 跟瞬间的磁场 把它放进来 而不是把电场磁场的Pointy Beta算完以后再去算 不是把它的电场磁场的Pointy Beta算完以后再去把时间引进来 因为 它跟它 可能是不同步的 OK 那这个不同步的话 Eta Eta Cta 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 这两项 就完全差非常非常多了 这样了解吗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现在你 这是瞬间的啊 你看到它是瞬间的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它随着时间在改变 OK 那随着位置在改变 那甚至于 它的电子波是在Decay 而且这个Decay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impedance的相位角的存在的部分 所以你瞬间的值 电场跟磁场你closing后 瞬间把Pointy Beta是什么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harmonic function 但是这个harmonic function呢 是2Omega T的harmonic function 不是Omega T的harmonic 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那平均的Po到底是多少 你现在的平均Po到底是多少 那平均Po到底多少 就是你要把 就是你要把所谓的平均值 就是你要把你随着时间的值 对时间去把它积分起来 然后呢积到多少 积一个周期以后 然后再对时间平均值 这个就是你的平均的Po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要把所有时刻 随着时间的变化的 你通通把它积起来 积完了以后 再把它取平均值 就是你的Po 那换句话说 你要去取平均值的时候 这一项是一个定值的 它不随时间改变的 那这一项呢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平均值啊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10平方 1负2αZ 然后cos 这是cos 那在一个周期里面 你震荡 正负将加是等于0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平均值就是全面的这一项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这里 这个T就是一个周期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项的平均值是等于0 换句话说 你整个的平均值就是这个项 这项就是这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平均值 就等于2分之1 E real part 然后 E Z Cross H The complex conjugate 这是前面的一个turn 这是前面的一个turn 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当然知道 这个compress conjugate的来源 那因为 你去计算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产生出来 你一定要取compress conjugate 才会把βz那一个turn 把它拿掉 就是 E负Jβz 一个E正Jβz 你才可以相乘以后 这个close的话 才会 这个z的component的部分才没有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OK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好了 我说如果有一个 Current element I DL 那这个Current element 那我们说在很远的地方 我们说在很远的地方 它的电场的部分 这个电场呢 如果假设它是用球坐标 就是R Cta 是等于Cta component LambdaR60PiDL3Cta 然后E2Jβz 然后E2Jβz 这里的Lambda是2Pi除以Bz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电场知道以后 你记得你就可以去求出你的磁场 磁场的部分就是你的 Eta 0 E 我们的K Close H OK E不是H 那你现在 你这个电池波呢 是往外在辐射的 所以我们的K的值 那换句话说 你在这个问题里面的话 你很自然的 你知道了 你K的方向是R的component 那电场的方向是Cta component 所以你Close以后 是5Component 那它是等于 2LambdaR iDL 然后Sine Cta E负J BetaR OK 这边的Eta0 大概是120Pi的部分 再把它放进来 那这边有一个部分是 Face的部分 那电场的部分呢 有一个2分之π的Face 所以我们把这个Face的部分 加到这边的J里面 那如果电场有2分之π的Face的话 磁场也会有一个2分之π的Face 那这边就是J J的部分其实就是EJ2分之π 这是一个Face而已 好 好 然后 你现在你看到了 电场跟磁场已经有了以后 所以我们的Point Vector OK 这R Cta T的部分 就相当于是你把电场的E R Cta EJ OmegaT Close 磁场 H R Cta EJ OmegaT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 好 Cta Close Pi 就是R 的component 然后呢 这个Close 这个 你就变成是 30 π I 平方 我把I平方DL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好了 Namda R 这个R是小R IDL 的平方 然后30π 因为除以2了 所以我们这边不用除了 然后Sine 平方 Seta 那它Close 它的部分的话 这 这个Close 这个的部分的话 你会变成是 有一个Sine 的 我看一下 这边是变成 Cosine 的 OmegaT 减 Beta R 然后这个Close 这边变成是 Sine 的 OmegaT 也是减 Beta R 所以你把 这是Cosine 所以你把它两个 乘起来的部分的话 记住了有一个部分是 我把它加进来好了 这个部分加进来了 所以这边应该是相当于 一项一项一项来好了 不然的话你们会乱掉 我也乱掉 R R Lambda R 60π I D L Sine Sine Theta 然后 1 4 J Beta R 1 J 二分子 Pi 1 J OmegaT OK 那 这是θ Cross 5 这一块 2λR iDL sinθ E负JβR 然后EJ2π EJωT 所以你现在把它乘起来 就变成是R的component 然后30πλRiDL的平方 sin平方θ 这没问题了 ok 那这一项 the real part的部分 是 sin的 因为这个JβR 所以就Omega T 减βR 这个也是sin的 Omega T 减βR 所以你两个一乘 就是sin的平方 Omega T 减βR 原来是cos的 Omega T 减βR 减 这个加2分子π 那就等于sin的这个 ok 所以你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是你的temp跑出来 好 那这个temp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就是我们随着 时间改变的pointive term 它有这个关系 那你现在你要把去算power average 跟那边一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power average 就是一个周期 击完以后 再除以一个时间 就是平均值 你现在把power average的部分 就相当于 把一个周期 凝击击到t 然后p rcta t dt 把它记起来 那这边都跟时间没有关系的 直接可以把它写起来 就等于r senspi lambda r idl的平方 sin 平方cta 然后唯一要除的是后面这一个部分 0g到t sin 平方 omega t 减βr dt 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一项积分是等于多少 2分之1 所以 这个乘上来的话 就是r的15pi lambda r idl的平方的sin 平方cta 这就是我们的平均的point beta 的值 ok 那 你说你平均point beta 是这么多的话 那到底有多少的能量 因为你这个电流的变 电流然后传递出来的电子波 我说我看我要算哪一个计算的surface是哪一个范围 那我就去积把这个surface积起来 ok 我的total的power 就等于我把我这个point beta 然后dot ds 那这个ds 就是我想计算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的radiation是多少 ok 那我把它整个surface积起来 如果我现在要算的是一个半径是r的球 那也就很简单啊 你就是把它的部分 15pi lambda r idl的平方 sin平方cta ds是等于说一个球r平方sinecta 然后dcta dphi 这就是你从cta角是从0g到pi phi角是0g到2pi 你g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的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g很简单r的已经消掉了 ok 那这个是r sine的cta的cta的c分 ok phi的部分是2pi 所以这个g出来的话是等于 这边的r会跟这边已经dot了 所以我们变成40pi平方lambdadl idl的平方 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了 你单位时间里面 它radiation出去的能量是多少 是跟你的电流的大小有关系 跟你这个element有关系 还有跟你辐射出去的坡场 有关系 ok 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场呢 是跟这个我们的辐射出去的坡场 有关系的部分 所以你的这个炮也是跟你的辐射出去的坡场 也跟着有关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 好